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像芦苇一样 容易折断 当年 以色列人成功地打下了高手的耶利哥城 紧跟着的是在爱城的仗义中 赤了一场败仗 因为战胜后的欢乐冲昏了头脑 进入忘我境界而骄傲 他们说 只要两三千人上去 就能攻其爱城 不必劳累众名兜器 因为那里的人少 忘记了 他们之前的成功是依靠神的结果 可惜成功成了失败之母 反过来 爱城的失败刺激以色列人痛定失痛 正如没有大病过的人 无法深切地体会健康的甘甜 他们悔改了 重新依靠神 求告神 神的怜悯又临到他们 正所谓 失败是成功之母 成功后失败 失败后成功 这是耶利哥与爱城的两个仗义的故事 一般人认为 成功是好事 失败是坏事 拥有是好事 士气是坏事 事实并非如此 重点是我们能否以神为中心 以神的价值观来看待他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